很多人说这场俄乌冲突打出了复古的味道 可不俄罗斯黑海舰队拿出了一战的技术手段 想要来欺骗乌克兰的无人机 大家好 我是石涛 俄乌冲突打到现在 被很多网民戏称是一场复古的战争 在这里面我们既看到了 当年冷战里设想的钢铁洪流快速冲击 又看到了二战的这种大炮对轰 还看到了一战的这种战壕战 这种感觉像绞肉机一样的这种战壕战 那么最近俄罗斯黑海舰队又整出了一副 看起来更加复古的活 那就是在他们的11356M型护卫舰上 刷上了非常复古的迷彩涂装 意图是要欺骗乌克兰的无人机 那我们看到在俄罗斯黑海舰队的两艘11356M 他们在舰首和舰尾的侧面都涂上了深色的涂装 那么这种涂装很自然的让人联想起了 在一战时候的所谓的光学迷彩 也就是实际上就是迷彩伪装 让这种大型的战舰看起来体量更小一点 或者是进行一些割裂的色彩涂装 使得战舰的侧影在海浪间 在海天线上看起来不那么明显 那么这种手段在一战的时候是非常见效的 使得远距离的搜索以及瞄准的难度都提高了很多 但是大家要注意 在一战的时候 主要的瞄准和搜索的手段靠的是人眼 没有雷达 当然了大家一想又能清楚 这种简单的刷点涂料的手段 那是不可能能够对雷达产生有效的欺骗作用的 要防也就是防一些光学侦查手段 那这说的好听了 当然就是防人眼了 那么为什么俄罗斯在进入到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现在 还在采用这种复古的迷彩手段呢 实际上这与目前黑海舰队面临着乌克兰自杀无人机的威胁 那是分不开的 那么在这一场俄乌冲突中 乌克兰也动用了非常多的自杀无人机对俄军进行攻击 那么也对俄军造成了一定的伤亡 那么这些自杀无人机包括了天上飞着 也包括了水里游的 乌克兰的自杀无人艇 那也是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那么俄罗斯就希望利用这一种光学上的迷彩手段 来迷惑乌克兰的这一些自杀式的无人机和无人艇 因为这些自杀式无人机无人艇受限于体积 他们只能装备口径比较小的光学的观察器具 那么因此在远距离上就有可能出现 类似于人眼的对这种迷彩识别不清楚的情况 那么就会把这种大型的军舰 由于迷彩的伪装看成了更小型的军舰 当然了我们要知道俄罗斯目前在黑海 这两艘11356M 实际上它也并不是多大的军舰 那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 这都已经在海底沉没了一年多了 因此俄罗斯现在的这种举动 可以说也是相当无奈之下的一种选择 毕竟他们已经没有能力保障自己 黑海舰队的完全的安全 特别是在现在这种无人机无人艇 无孔不入的情况下 只能是想尽一切办法 而对于乌克兰方面来说 这其实也是一种无奈 目前乌克兰方面也没有太好的手段 来打击俄罗斯黑海舰队 只能用一些相对所谓看起来 低技术能力的无人机无人艇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一些有限的光学设备 就有可能被这种简单的迷彩 所给迷惑 所造成一些误判 可以说俄乌冲突这场战争 再次给我们提了一个醒 我们说武器的质量 武器的性能非常的重要 但是这场战争告诉我们 性能重要 数量也非常非常的关键 那么在战线拉开的时候 这个战线上的火力密度 往往决定了战线突破的速度 而火力密度与之前 这个大量的弹药储备 那是息息相关的 特别是在目前俄冲的这个情况下 精确制导弹药 就所谓的智能弹药 就成为局部上扭转战争局势的 非常关键的要素 那么这也是给我们提了醒 俄罗斯这边可以通过一战的这一种 原始的简陋的复古的手段 来对乌克兰进行欺骗 而在我们未来想象的预设的战场上 我们所面临的叛军 我们所面临的强敌 可不会因为我们多刷两刀油漆 就看不清楚我们的军舰 因此对于这一些技术装备的防范 首先对解放军来说 那也就是个重要的课题 另外就是我们如何更多的 更便宜的储备我们自己的技术打击手段 这也是现在解放军急需解决的问题 大家对这些话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我交流 也感谢您的关注 点赞转发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转发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